這眼震能用嗎? 哪裡重要啊? 有!我在意以及起我的聖徒語 歡迎來到Hired Day 我是台灣妞 今天呢 要做我們2020年20個大挑戰 我們這次單元的主題呢 其實是因為大創他出了一個品牌 叫Dr.G 一開始只是很單純的我本人想說 欸 大創出化妝品我們沒辦法買來開箱啊 我們的PD就說 喔開箱好無聊喔 還是我們仿個妝 欸 聽起來也不錯 我說好啊 那我們來仿妝好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學了北韓的大媽 有誰想要學北韓大媽化妝技巧啊? 誰啊? 對於就是韓國大創 他們出化妝品品牌有興趣的人 還是可以留下來看一下 因為他東西真的超級無敵的便宜 他就是有出什麼粉底液啊 眼影啊 這一整個系列我買起來 才一萬九韓幣 但是我為了要Follow大媽 光買這件報恩的衣服就買了兩萬九 你們就是合理嗎? 那我們就正式的開始北韓大媽的仿妝秀囉 其實他頭髮比我在短一些 所以他可以吹的超級無敵圓的 我真的已經盡力了 而且我這邊其實已經髮膠上到 你看 完全是硬的 但我就是沒有辦法吹到這麼圓 我們就先從底妝開始吧 他底妝有一個特色是他修容修非常的大 眉毛只要畫稍微再寬一點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一個現在上底妝這一罐是35M 5000韓幣 所以其實毛數還算蠻小的 他已經有點到偏橘了的感覺 好像還蠻適合北韓大媽的底妝 但你們是不是又默默心想說 你們沒有care粉底的顏色 他味道不太好聞 可是他質感塗上去是很保濕的 他有點像是粉凝霜的感覺 以5000塊來說還蠻猛的 可是用起來遮瑕度不會很高 皮膚看起來修飾的 嗚 還蠻自然的欸 這是沾濕的海綿喔 整個妝非常的貼液 以CP值來講非常的高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真的太臭了 現在畫在臉上以後我一直聞得到那個味道 有點太廉價跟杏仁貴 這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再來就是大創他有出這個遮瑕 一支是3000塊韓元不到100塊錢台幣這樣子 當然就是右邊的臉的黑眼圈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想要來遮右邊臉 先用我的遮瑕刷用用看 跟現在市面上很多那種遮瑕 真的很濕的那種比起來 他是算偏乾的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乾到說不好使用 3000塊來說我覺得也還OK這樣子 他味道算是比較有點花香啦 接下來我們繼續畫下去 北韓貴婦阿姨齁 他用了一個還蠻深色的眉毛 他要擠木畫的比較垂一點 但基本上就是一個寬的平眉這樣 所以我們盡量就以寬的平眉的方向來努力 他的眉毛跟他的眼頭是差不多一樣的位置 眼頭差不多的位置 那前面的地方等一下我們用遮瑕把它遮掉好了 我拿了我手邊最深的咖啡色 他眉峰幾乎在這裡 所以我需要把我剛剛畫的眉峰把它蓋掉 然後畫圓圓的下去 帶這種感覺的眉毛 刷開來以後變自然了以後 然後我們來補畫一些毛瘤 他的妝看起來毛瘤還蠻明顯的 細一點的 來畫一些毛瘤感 好 那我現在把另外一邊也畫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畫眼影 大創眼影2號 Rich Brown 這眼影真的能用嗎 我剛剛在手上塗了兩下 結果沒看到他不然結塊了 喔 直接用手好了 因為他飛粉飛得超級無敵厲害 我的刷子完全抓不住他的粉 他的眼影完全不行 這個北韓大媽的妝啊 他有一個highlight呢 就是這邊的鼻影畫得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打算用這個顏色去畫他的那個鼻 他有把它暈染到幾乎眉毛的中間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一樣就把這整個三角地帶 暈染到眉毛的地方 他的眼影是一個銀黑灰色的眼影 我真的沒有那個掛的眼影盤 就好像又搬出我的老傢伙了 Mindy Ken的眼影盤後面也有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畫出他那樣子的感覺 黑色去勾他那個框 大概從這邊開始畫 喔 大家有參與感一點喔 最重要的是他前面這邊應該有蓋一層遮瑕 你們應該心想說這是哪裡重要啊 對我來說很重要 顏線筆呢我就是隨手用了我平常來用的啦 MKUP的黑色眼線 好的他眼影我們大概follow他畫出一個樣子來了齁 但是看了他幾張照片我覺得他後段的眼線好像畫得比較寬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把後段的眼線加寬 煩欸 我覺得我好像畫不夠高 好像應該要再畫到上面一點對不對 激起我的勝負欲 我想要把前面那一段灰色的地方啊 畫得更明顯一點 他的下面還是要再把它暈一下會比較好 比較好看一點 我剛剛是說了再暈一下會比較好看一點這解釋嗎 就是這個妝有所謂的好看不好看嗎 有 我在意 好 我覺得我眼影畫得差不多了 可是因為像我現在前端是用一個灰色 可是我放大以後看他的眼 我覺得他前面還有用一點銀色的粉 所以我現在要再去翻出來我銀色的亮粉把它弄上去 Etude House的WH903號色 超級無敵銀色的唇銀色的亮粉 你們現在一定不懂到底一個仿妝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一樣下面的地方畫上銀灰色 然後暈開來一些些 我們這次開箱的這個大創 Dr.Gio他還有出修容的單以色而已 這個顏色 首先剛剛鼻影這邊已經有上過一次橘的了吧 三角定帶你覺得最深的地方才會這裡有沒有 帶著他整個往下面畫 好他的打亮看起來應該是從這一段到這一段都有打亮 Laura Mercier的經典打亮粉餅 這一塊他的特色就是看起來算蠻自然的 可以把鼻子修一段剪一點 重點就是他旁邊這兩塊腮紅的修容 這個好久以前買的戀愛魔鏡正橘色的一個腮紅 我找了半天才發現我真的沒有這種橘色的腮紅欸 看起來是從這邊顴骨的最高點這邊下手 往下刷 擦完橘色以後他下面的部分是用修容 看起來比較偏 咖啡比較偏黃一點 可是他修容範圍很大 他就修到了這裡 畢竟今天是用大創開箱 所以我還是會用大創的修容 可是我覺得用這一顆修容 不知道這裡的話風險看起來是還蠻高的 可能會蠻黑色的我覺得 盡量下手輕一點試試看 那我們先從外圍這邊 散熱粉以後往內刷 盡量去跟你的腮紅連成一線的感覺 最後要來上的就是他的口紅 Dr.Giote他有出一個蠟筆口紅 大創的這一個唇膏一直是3000塊 但是我必須要抱怨他跟他廣告的色差 真的是差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完完全全的選錯色 對 但他的名字叫Sweetled 所以是我白目 覺得這顏色實在是太紅了 所以我決定重新再弄一個 稍微橘一點的顏色來 我之前有開過W Lab的一個霧面Tint的團 他的二號設施真的完完全全跟阿姨是同一個顏色 我覺得阿姨的唇稍微再薄一些 所以我想要把嘴巴周圍稍微再遮掉 現在就是再用他的粉底液 那個唇峰他也沒有那麼明顯 好 再來怎麼可以戳過假睫毛呢 因為他看起來只有妝大概三分之二的眼睛左右 所以我現在把睫毛夾上去以後 我先刷前半段的睫毛 找到一個超復古的睫毛 現在再刷一下真的睫毛 現在再刷一下真的睫毛 真的睫毛跟假睫毛夾在一起 今天就是為大家準備的大創美妝品開箱 他出的這個超級無敵評價Dr.Gio的商品 然後我們今天開箱總共有五個 因為他彩妝系列是新出的嘛 他主打當然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買這五樣加起來不到六百塊的台幣 我今天全部試用的結果呢 用起來好用的就是粉底液 我覺得粉底液是真的可以買 唯一的缺點就是我覺得他味道真的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粉底液使用起來吃妝度 跟他油水混合程度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強 有一種自己皮膚的感覺 所以他也沒什麼遮瑕力 他就是很適當的把你的膚色弄得很均勻 那以他的遮瑕膏來說 因為真的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想要嘗試用遮瑕膏 但是我還不會上手 就不知道自己會用多久 基本上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用起來我覺得遮瑕膏韓國做比日本好 你在使用上面的時候是很水的 可是用到臉上以後他會慢慢的霧面 可是他乾掉以後不會裂掉不會卡粉 是韓國的遮瑕膏真的很明顯好用的點 那大創的這一支呢 我覺得他就是乾的有點太快 可是他在上妝過程裡面並不會覺得很乾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用刷子 那你如果用手指頭畫 我覺得可以弄得更平一點 只是動作可能要快這樣子 眼影因為我正好 我幫我拿到瑕疵還是怎樣 因為韓國這種評價眼影真的太多了 那這一個眼影盤我就個人沒有很推 那他的修容的話 我覺得顏色有點太重 然後又走單一色 你要把它畫得很自然很漂亮的話 我覺得他蠻有技術的 不是很推 然後這支蠟筆呢 我說不上好或是不好 然後我只用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擦起來我個人真的是不是很喜歡 使用感我覺得是沒有不好抹 也沒有說會卡唇紋 或者是不好推開等等 顯色度也非常的夠 但我個人對於他們出了顏色 我都沒有很喜歡 是個人啦 個人就覺得啦 回到我們重點 今天就是我的北韓貴婦妝 我是住在平壤的貴婦 我們平壤可是大都市呢 就這麼吊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怎麼覺得沒有北韓的感覺 但有一種大概20年前的那個檳榔攤的感覺 包皮要小 100塊 沒有摸兩粒 不知道今天大家覺得這個仿妝還算不算成功呢 如果覺得還蠻算成功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如果你希望我們之後可以再仿什麼樣的妝呢 就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 覺得我們分享很有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HIGHERDAY 開啟小鈴鐺 我是台灣妞 下次見囉 掰 然後翠里朗出去應該傻眼 光頭髮跟衣服穿好了 在那邊吃晚餐 你們知道身為我老公 他會覺得這裡有多荒謬